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所讲的实情论师造的阿比达摩论当中 也就是说 讲那个 唐素因果方面 就是因和果愿 因也果吧 也就是说 那么这里面就是昨天前面讲的这个因 因呢就是 中共有六种因 然后六种因当中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能作因和这个具有因 就是这两个呢已经讲完了 然后那个具有因当中呢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具有因是因和果呢 就是应该这个互相同时 也就是说这个互相 其这个相互相成的这个作用 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具有因 它这里具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同时的 就是它那个因和果呢 就是同时这个存在 那么这样的因果同时存在的道理 就是因因和中观当中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承认的 但是具有因呢 就是也就是说 是互相帮助的角度来讲 按理为这个因和果 就是这个昨天也讲了 然后昨天在众说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 这样的这个具有因呢 就是大众和这个心碎传 还有呢就是发相及事相 就是这些呢 属于是具有因 就是具有因是这样讲的 那么今天呢就是专门别说 这个心之碎传 就是什么叫做 昨天不是提到一个心之碎传 那么到底这个心之碎传是啥些 就是它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心和心的碎传呢 全部是具有因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心的碎传到底是什么样呢 因为我们那个藏传佛教的这种分析方法吧 就是也就是说是那个 这样的这个造论的这种 这个分析的方法呢 就是有这个课盘 就是这种这个课盘呢 就是非常殊胜 如果没有课盘 我们可能看一些那个 其他的一些这个讲义啊 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 具世论的知识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恐怕很困难 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课盘的话呢 就是现在到底在 这个讲什么这个因还是过 还是讲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里根据课盘 这样这个解释下来的话呢 基本上每一个颂词呢 就是大家都会这个了解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是讲那个 行所一级二旅 行与必当知法相 此当即是心碎传 世间果等亦三等 就是它这里说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是这个 心之碎传呢 就是心之碎传有几种 就是一种呢 就是所有的心所 就是心所 然后呢 就是二种律义 就是除了别解脱以外的 这个残定和无律 就是残定和无路的这个律义 就是残 我们前面就是讲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有三种这个戒律 因为那个别解脱戒的话呢 就是他不是这个 以这个心碎传 就是因此他这里没有包括在这里面 这个残定和无路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也是这个心之碎传 然后这个心和一切心所和他的这个法相 此当即是心碎传 那么这些都是心的碎传 心的碎传呢 实际上是有这个时间和过和 还有这个等等这个三法等 就是用这方面来这个有相同 时间 时间等 与这个三等 他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那个 他这个随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心之碎传 心之碎传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同时参生 还有呢 就是与他这个相互帮助 就是有这种这个作用 意思呢 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时间和通过这个过 还有呢 就是有这个三等这个法 就是三无极法等 这个这些法呢 就是同时这个参生 这样的这个具有因 就是像这个心之碎传的话呢 然后这个同一个时间 就是有八个法 就是一起出现 就是也有这样的 下面就是讲义里面这样说的 就是那么心之碎传是指的是什么呢 一切心所残定五路而履一 以及这个心心所 彼当女义的 彼当女义神 就是彼当女义的神当 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女义啊 心和信所 他们的这个神当所有的法相 即是心之碎传 就是 那么现在这个看来 这个心的碎传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除了这个心以外 这个心所和 还有这些女义啊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与他这个 凡是这个一起 这个三生的这些法相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心之碎传 为什么这样案例呢 因为心与信所 心心所与 而履一的所有法相 神 主 名 世间相同 就是他那个 比如说这个心和信所的话呢 就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是这些都是也是应该这个相同的 然后这个过也是这个相同的 就是他刚才那个世间过当相当 那么这个过里面呢 就是过里面的可能以前那个 嘉哲伦士啊 他们的这个过的这个用法后 这里面是这个巨石论大树的 这个根据巨石论大树里面的 这个过的用法呢 按理的就是 所以他这里面的过呢 就是怎么样相同呢 我们这个下面呀 这个明和天还讲的 那个就是过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增上过和实用过 然后还有呢 就是离习过就是 那么都是一个 就是他这里这个 这些所有的这个过呢 就是算为一个 然后灯子所包括的 一速过与灯流过呢 就是也是一个的 他这些松子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过灯吧 就是过灯 灯子所包括的呢 就是他这里面有一个 什么呢 就是这个灯流过和那个 这个一速过啊 就是一速过 这样加起来的话呢 就是上面的这四三个过 然后再加上这个灯流过 一速过 再加上呢 就是刚才前面那个 就是一切这个法呢 就是需要这个参生的话呢 就是参生圣序 就是有一个参生的圣序和 然后这个圣主灭 就是这个三种法 再加上是那个 过的这个四个法 就是过的上面呢 就是再加上三不散 无极法 就是中共四个法参生 就是这些呢 希望你们这个看 自私自身里面 就是应该有这个 这些方面的这个详细 就是宣说 就是灯子所包括的 一速过与灯流过 也是一个 这样一来的话呢 如果心为这个散呢 就是那一切心所 即是这个散法 灯子也是 灯子是说 心是不散 或者是无极法的话呢 那么心所呢 也是与他这个相同的 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是 与他那个同时参生的 这些法吧 就是与他同时参生的 这些心和心所的法 还有呢 就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法呢 就是应该是那个 与他这个同时参生的 既然与他同时参生的话呢 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具有生 具有生呢 他这里这个性之随性 就是性随性 性随性是什么样呢 大家应该这样这个清楚了 这叫做是这个心 心所也与之相同 然后这个若文 那么任何一心 能做多少法的具生缘呢 就是那么 我们在这个预解的心也好 或者是这个其他心 任何一个心呢 就是在这个 能他能呢 就是做那个多少个 心的这个 就是具生缘呢 就是他可以能做 这个多少个心的具生缘呢 他这里说 心中从数最少的 无福无极法 能作为无始八法的 这个具生缘 就是一般这个最少也是 这个心中的这个 包括这个从数 这样算起来的话呢 他那个从数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心吧 就是心的这个 我们这个产生一颗心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与他那个 同时产生的 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心 就是那么这种这个心呢 就是他的这个成分不同 只不过是这个 心所方面不同的 因此我们这个具生论呢 有些各大将议的 这个交易来讲的话呢 就是心所都是有77种 然后具生论 宋词里面比较明显的呢 就是有46种 这样可以宣说 这样的话呢 那么很多这个心法呢 就是心和法相呢 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 他这里说 心中这个 从数最少的 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能作五十八个法的 那个具生缘 就是能作五十八个具生缘 哪些五十八个呢 就是能作 十遍大地法 就是这个 十遍大地法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一个这个心和心 所产生的话呢 就是他都会这个 具足这个十遍大地法 就是 然后这个十遍大地法 彼之法相 神等共四十法 就是 那么这个 十种这个遍大地法 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十种遍大地法 然后这个十种遍大地法 每一个这个遍大地法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有违法的原因呢 它具足这个 昨天我们就是所讲的 这个生猪毁灭的 这个四个法相吧 就是这个生猪毁灭的 四个法相呢 都会这个具足的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四十个 共有 就是十个那个 共有这个四十个 四十个法相 四十个法 然后这根本法相 以及 如果你产生一个五极法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有这个 昨天我们所讲的 这个他的这个四个法相 然后再加上是 呃 随顺的这个四个法相 就是具身猿 这样的话呢 呃 他意思呢 就是说是这个 任何一个五极五极法的 这个信要参生的话呢 那么这个呃 五极五极法的这个 他心发达 他自己 然后呢 就是与他的这个 这个诸位数参生的 十种这个遍大地法 十种遍大地法呢 就是他每一个 都有这种这个法相 然后呢 呃 就是他有这种 他的法相 然后呢 就是刚才那个五极五极法呢 他有根本法相 还有呢 就是有四极法相 这样一来 全部加起来的话 中共有五十八个法相啊 就是只有五十八个 这个法相 有五十八个 这些法相呢 就是可以互相 这个做这个巨审员 之所以能做 随顺四极法相的 呃 巨审员 是由于预知接近呢 行具有这个能力 就是他这里呢 呃 就是呃 因为呢 就是四个法相 呃 他这里就是 呃 因为这这个五十八个法呢 呃 他这里呢 四个 四个那个 随顺法相呢 就是巨审员 就是他可以呢 就是做这个四个法相的 巨审员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于他这个接近 就是他这些法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四十四个 四个那个 随顺法相呢 就是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五极五极法 就是他这里有点 不是很明显的吧 也可以说 这个五极五极法呢 就是他自己呢 就是可以做这个 随顺四法的 这个巨审员 为什么呢 因为于他这个接近 就是于他这个接近 新的力量 这个巨宅之国 反过来说 除了随顺四法相 以外的五十四法相 能做 无福无极法的 巨审员 就是 然后我们从这个 反过来说 刚才这个 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做那个 四个随顺法相的 这个巨审员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四个随顺法相的 实际上是他自己 无福无极法的 一个随顺法相 因此呢 就是对他来说的话呢 他还是那个 能这个 对他来说是 这个 比如说这个 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我这个产生 一种这个吃饭的粘土 然后这个吃饭的粘土的时候呢 就是他 就是实际上是 他自己有根本的 这个四个法相 然后这个根本四个法相呢 也具足这个 神之神啊 灭之灭啊 灰之灰啊 其实具足这四种 随顺法相的话呢 刚才无福无极法的 对他呢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 这种这个作用 就是因此 与他这个接近的缘故 就是 然后从翻过来说 就是刚才除了这个 随顺四个法相以外的 还有五十四种法相 五十四种法相呢 就是对无福无极法 也是这个 起这个 具身源的作用 之所以不包括 这个随顺四法相 是因为他们这个 犀利 那么翻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五十四个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 他这里呢 就是不能包括 这个四个法相 就是刚才四个 四个随顺法相 这个四个随顺法相 不能包括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呢 实际上是 那个 这个心的力量 就是比较薄弱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从翻过来 就是与他这个 起作用的话呢 就是不行的 因此这这种 这个分析方法的话呢 还是跟那个 自私里面 就是可能有一些 少许不同 但是这个呢 就是这个 巨石论大树里面的 这种法相 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种分类呢 就是也是是比较 这个没有这个很大的 这个永组和必要 就是我们呢 就是知道是这个 新的这个随顺呢 就是如何这个产生都也可以 如果这样这个翻过来 尤其是 尤不宗呢 就是认为他这个 根本四个法相 我们这个根本四个法相的话呢 一般都这个 大家都承认 就是尤为法呢 有这样的 但是呢 根本这个四个法相的法相 也就是说是 射生四个法相 射生四个法相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是 这个多余的 就是因此这个 梁力暴藏论当中 也是说是 第二个这个法相以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必要 就是因此呢 就是一概不承认 就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讲这个巨生 就是巨生 巨生言吧 就是巨生 这个什么 这个巨有生 就是巨有生 有些法的话呢 就是虽然是那个 巨生 但是呢 就是不一定是巨 就是同时这个巨有的话呢 也不一定是这个巨有 也有这种这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世间当中的 这个八个卫生 八个卫生的话呢 一般来说 这个尤不宗 也是承认这个 余界当中呢 就是这个除了这个生 就是除生以外呢 就是有八个卫生 这个应该是巨主的 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他承认 这个八个卫生 这个巨主的 但是这个呢 就是同时也是巨生 巨生这个 就是什么这个 他这个巨生存在的 就是巨生存在的 但是巨生存在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是巨生印 就是他这里 也有这个差别 比如说我们这个 八个卫生里面的话呢 低碎活风呢 就是可以作为这个巨生 巨生印 就是前面也讲了 就是四大呢 就是可以包括在 这个巨生印当中 但是呢 你那个 这个什么那个 低碎活风 还有呢 就是有四个卫生吧 就是相啊 这个摄 就是摄啊 卫啊 就是这些 那么这个除了这个生以外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色相卫生 那么色和相和卫 这些的话呢 是不是这个副相 这个巨生印 巨生印呢 就是不是巨生印 因为他的这个卫生的质量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就是他副相呢 就是不能什么这个气作用 比如说依靠这个相的这个卫生来 就是增长那个 或者是帮助那个 这个摄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 摄啊 就是摄啊 会在卫啊 就是摄相卫出啊 就是这些的话呢 根本不行的 就是因此呢 他这里这个 有部宗呢 就是认为 有些是这个卫生呢 虽然是一气具足 但一气具足呢 就是也不一定是具有印 比如说这个灯和灯的光 就是灯和灯的光呢 就是虽然是有灯的时候 就是灯的光呢 就是肯定是有的 但是灯和灯的光呢 就是是不是这个聚生员呢 就是是不是聚生印呢 就是他们也不承认 就是这不是这个 啊 具有印 还有呢 啊 就是我们这个 啊 别解脱记里面呢 一般这个气缩段 就是气缩段的话呢 就是身体的这个三种 呃 缩段和这个 扣的这个三种缩段 四种缩段 就是这样的话呢 别解脱记一般就是叫做 这个气缩就是 那么这个气缩的话呢 啊 虽然就是有时候 这个同时这个聚足的 但是同时聚足的话呢 也不一定是 就是他是这个聚生印 因此呢 就是同时聚足的 不一定这个 呃 这个 呃 不一定是那个 具有缘 呃 具有印 不一定是具有印 具有印的话呢 就是必定是同时 呃 同时这个聚足啊 就是同时聚足 就是前面也讲了 就是他那个 银和过呢 就是互相这个帮助 就是呃 这个也就是说是 具有这个印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互为过 就是互为过 就是但是呢 同时他这里这个 这个具有印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 必定是有这个 同时存在的这种法案 然后这个同时存在的法呢 不一定是具有印 就是这个道理呢 大家应该这个 分析 就是有些法呢 就是虽然是他那个 同时聚足 但是呢 就是并不是 是互相同为这个 这个因果 就是有些法呢 就是是 不但是同时聚足 而且呢 就是称为这个 同时因果 就像是这个四大 就是四大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同时也聚足 也是这个 互为同时的过 呃 就是呃 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 因此呢 呃 就是希望大家 上面所讲的 这个什么叫做 这个能做印 什么叫做具有印啊 就这个必须要 这个通道 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四个印里面 六个印当中呢 就是第三个 就是通类印啊 就是通类印 即因果同 啊 他这里这个 什么是这个通类印呢 就是通类印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 因和果呢 就是相同的 比如说他的这个 因是有漏法的话呢 果也是有漏法 因是这个散法的话呢 就是果也是散法 因是如果是这个 无极法的话呢 果也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因是用 因和果呢 就是呃 是这个通一类的物质 就是我们这个 经常说这个 这个青蛤 青蛤的这个种子呢 就是生长 生长那个青蛤的 这个亚 或者是呃 这个 这种这个因果关系呢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音名当中呢 就是经常这样的 那个金曲印 就是他那个 直接的印吧 就是比如说祸呢 就是产生自己的 这个祸的 这个后面的 这个刹那就是 那么这种叫做 这个通类印啊 就是通类印 嗯 那么通类印呢 就是因和果是 这个相同的 然后这个 子内 第四 呃 前一生就是 但是他有什么样的 特点呢 就是他是这个 自己这个种类的 呃 就是他跟那个 下面的呃 什么这个 这个变形的一个印呢 就是有点不同的 就是他是在这里 这个直接这个 种一类的 就是他自己 这个种类当中的 还有呢 就是自己这个 琐瑟的 然后呢 就是前面 就是可以这个 产生的 呃 就是前面可以这样 比如说 那这个 我们这个 下面呃 讲的时候 也讲吧 不是我在这里 就全部讲了 下面也在讲的话呢 多也一样 然后究竟 就是这个 这以上呢 就是他那个 同类印的 就是就是他 共同的这个特法 就是他实际上呢 比如说呃 我们这个 讲的这个呃 这是个缩短无类吧 就是缩短无类的话呢 呃 这个 呃 就是什么 那个 酷戒 灭道吧 就是酷戒 灭道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 酷的缩短 然后这个缅的缩短 然后道的缩短 就是他有这个 每一个四滴呢 就是都有这个 他的缩短就是 然后再加上 这个缩短的话呢 就这叫做五种缩短 五种缩短的话 实际上是这些 同类印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 比如说酷的缩短 是什么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他的过也是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呃 这个呃 他的这个 缩短是那个 因是那个 酷的缩短 然后过呢 就是变成这个 记的缩短 就是这样就不可能 这个发现的 因此他这个 类呢 就是这样这样 然后帝也是 是字帝这个缩短的 然后这是那个 一般来说是 这个共通的 那个通类印的 这个概念 和他的定义是这样的 然后他也有一些 特殊的就是 比如说像那个 五路法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 呃 就是通帝 就是不一定是 这个通帝的 呃 九帝至道 互为简 就是 那么这个旧帝 就是我们经常 讲的这个 前面讲的这个 呃 就是七种 六种 六种这个 五路这个帝吧 就是六种五路帝 然后再加上 这个五色节的 前面的三个帝呢 就是加上的话 俱众五路帝 那么俱众五路帝的 这个道呢 就是相互间 平等素生通类印 就是他们之间的话呢 用通过这个平等 和通过素生的方式 来称为这个通类印 然后还有呢 就是加心这个身 就是还有这个加心三法 就是加心三法呢 我们这个温思修行的 这些智慧叫做是加心三法 加心三法的话呢 呃 就是生会为而 就是那么加心三法 所产生的这个智慧 就比如说这个呃 这个智慧的话呢 就是由这个温所产生的智慧 和修所产生的智慧 和呃 然后这个思所产生的智慧 等等就是有这些 那么这个加心所产生的智慧呢 就是他有这个两种 就是两种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平等 和素生的方式来 这个成为通类印 文所会 呃就是那么这个文所会呢 就是也同样的就是 变成这个 他产生自己的这个文所会 还有呢就是产生那个修所会 就是如果这个文所会 产生文所会呢 就是这叫做平等的方式 来这个通类印 然后这个文所会呢 就是产生的四所会 或者修所会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成为这个素生的方式 来变成通类印 呃 这样来理解 下面就是将一里面这样讲的 前相同之法 产生后相同之果 就是 有 有露法 有露散法 一切 无露 有为法 烦恼 诸 法 无福 无极法 均是 前后相同 比如说这个 前面是这个 有露散法的话呢 后面的果也是 有露散法 前面是如果是 烦恼心法的话呢 后面产生的也是 烦恼心法 前面是无极法的话呢 后面产生的这个 这个无极法 就是前后都是相同的 因此说无云是同类印 因此这个无类的 无云吧 就是我们这个无云的话呢 这个舍云也好 香云也好 世云也好 就是 每一个云呢 就是它产生后面的 就是它的这个云体 就是因此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无伦呢 就是是这个无云呢 就是是同类印 若问同类的一切法 均是是同类印吗 同类当中 说包括的 是不是所有的法 全部是这个同云呢 也不一定的 就是 呃 我它这里 对就是 呃 无类所断中的 与自己一类 呃的一切法 都是这个同类的 比如说这个无类所断吧 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呃 这个无类所断呢 就是下面也经常 这个语打 大家还是这个记住的 就是呃 一般它那个监道和修道的 这个所断 就是监道的修道有四个 然后修道的这个所断呢 就是有一个 简短的所断的话呢 就是它对这个 这个库吉米 呃 就是分那个四个所断 就是 然后呢 就是修道的所断 就是中共有五种 这个所断 就是 那么这叫做是无类所断 就是无论所断当中的 与这个自己的 任何一类呢 就是一切法是同类 而同类的印 而不 呃 同类的法呢 就是非为这个同类印 比如 比如 库地间断是 库地间断的同类印 呃 但不是基地间断的 这个同类印 就是库地间断呢 就是它是这个 库地间断的同类印 就是它的过呢 就是也是这个库地间断 就是并不是是 这个库地间断的印呢 就是 呃 是那个 呃 基地间断呢 就是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就是所以它这里 这个类别呢 就是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下面所讲的 这个边形那个印吧 就是边形印的话呢 不一定的 就是那个边形印的话呢 尤其呢 就是是库地间断的印呢 就是变成这个 呃 这个基地间断的 这个呃 这个过啊 就是有 有这种这个现象 就是这个呢 第五屏的时候 第五屏呢 就是基石轮里面是最难的呢 就是第五屏当中 五屏的时候呢 就真的可能大家也会做一点 做一段时间飞机 就是呃 现在呢 就是有些认为 这个基石呢 好难好难的 我一点都听不懂了 你肯定 前世是不是这个 牦牛的这个钻石 这些这个呢 就是我想应该这个 比较简单的 第一屏 二屏 三屏 就是这些呢 呃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因为基石轮的 呃 这个设计面比较广 就是在心里面 就是不看书 全部记下来的话呢 你现在刚记得很好的话 过一段时间 我容易忘记 就是呃 就这个有点困难 不然这个字面上呢 我想是这个基石轮 特别特别这个简单 就是前面应该就是 没有什么不懂的 到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呃 第五屏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有点这个难 就是他这里这个 这个五种这个 这个缩短的这个分内啊 然后在这个边形银河 那个很多这个银河过 这个呃 在复兴那个呃 就是呃 这个对比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还是真的 这个呃 是这个基石呢 就是一般是这个第五屏 第五屏就是 如果这个学好的的话呢 就是说明这个人是 基石还是比较这个精通的呢 就是因此这个第一屏 二屏呢 就是最简单的 呃 这个简单是预解的 预解的简单的通类音 但并不是这个色解呃 色解枯的简单的通类音 呃 如果变形银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呃 预解简单的通类音 就是这种现象 预解简单的音 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 但是我们在这里 这个通类音的时候呢 呃 那个自立 嗯 什么这个自立和地锁色吧 就是他那个自立和自地锁色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自地也已经这个锁色的 如果变形 变形 变形银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自地锁色 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还在讲 那么一切地的法 全部都是通类音吗 啊 就是他这里说是过去的呃 过去在现在之法是通类音 而未来是不是通类音 就是由不宗呢 就是也是这样认为的 呃 他认为这个过去和现在呢 就是应该这个是通类音 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不是这个通类音 原因呢 就是未来是没有这个次地的 但只不过是他们这个宗派的说法而已 就是因此很多后来的这个著述呢 也是对这个有波次的 就是如果有过去有这个次地的话呢 就是未来 他也为什么是没有这个次地 就是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可以这个通类音 就是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未来的话呢 就是他成为这个现在的音 现在的这个法呢 就是成为这个未来的 呃 什么这个 呃 对就是他他认为这个过去的话呢 就是成为这个现在的这个音 然后这个现在的话呢 就是成为这个未来的音 但是这个未来呢 就是因为未生的缘故 他不能作为音 没有次地 他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呢 过去已经灭了 就过去就是可以有这个因果的 强和次地的话呢 一次类特就是可以这个 这个未来呢 就是也应该是有的 但是这个呢 就是他们都因为中派的这个呃 这个观点这个所致吧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再没有这样说 宋词里面也是说是前一生 就是他前一生里面呢 包括这个呃 这种这个通类音呢 就是现在和这个过去都是有的 就是未来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通类音 就是他这个意思 未来的话是没有这个通类音 他们的这个想法都是 应该是我们也是理解的啊 就是比如说通类音的话呢 应该是过去已经有这个 知道是这个通不通 这个然后现在就是通不通 就是但是如果这个 现在有通类音的话呢 你现在就是这个通类的音的话呢 那么未来的这个到底通不通呢 你还要去这个观察 不然你那个现在的这个通类音 是到底这个为过去 或者是未来的这个过亚产生的话呢 到底这个与他相不相同 就是这也是观察的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现在有次地的话呢 未来为什么是没有这个次地 以及应该有次地的 但是呢他们那个观点当中 是只有这样承认的 过去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这个通类音 就是那么过去的话呢 就是过去和这个现在 未来的这个通类音 而现在呢 就是是现在和未来的通类音 就是因此他认为这个未来呢 就是没有这个他的这个通类音 就是因为这个说不清楚 就可能这个原因吧 但是现在有这个未来的通类音的话呢 就是未来也应该有这个 未来他自己和这个未来的这个通类音 就是应该可以有的 所以他这个通类音的话呢 就是我昨天也讲了 就是跟前面有点不同 就是他这里这个音和过呢 应该这个时间不是同时的 就是音在前面 过在后面 就是这个平时我们承认 音过和这个基本上相同的 若问一地必定是 都是这个通类音吗 那么这个一地当中 所说的全部是不是这个通类音呢 有路法呢 就是是必定是这样的 而无路法呢 不一定的 就是他对这个无路法呢 有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开训 就是特殊的这个有一种这个 就是差别吧 就是依靠一餐的这个未知顶和速顺顶呢 以及呢 就是四层餐 就是四层餐是那个 我们指的是这个餐顶这个旧地吧 就是餐顶旧地呢 就是第一餐的这个未知顶和这个速顺顶 然后呢 就是一餐的这个正餐 二餐的正餐 三餐的正餐 四餐的正餐 就是中共有这个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几率流地吧 就是几率流地 然后几率流地呢 就是再加上是这个无色界的这个 前面的这三个这个界 就是因为 河面的最后的那个游地呢 就是不包括在这里面 就是他是那个 这个是我们前面就是 讲这个面经厅的时候也讲过吧 就是他是世间这个最顶峰的 因此呢 就是他不包括在我们这个一般的 这个无路道的这个当中 因此在这个 就是前面这个初三无色的旧地 就是他这个旧地呢 就叫做是餐顶旧地 有时候呢 就是几率旧地 几率旧地 就是前面经常这样讲吧 那么这个几率旧地呢 就是他的这种这个无路法 就是一切无路法 虽然不是这个通类 但是呢 他不是这个通类 也不是这个一地 就是不是这个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有些呢 就是色在无色界 有些在色界 有些在我们这个 这个余界的是真正也没有吧 就是他那个位置参 也是是这个余界超过一盒 就是才得到的 那么色界和无色界 包括的就是在这个几率旧地 几率旧地的这些法呢 无路法呢 但是与自己平等和胜过的方式来通类因 就是他这里说是 他可以与这个自己平等和这个胜过自己 就是也可以说 输生自己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成为这个通类因 他是那个平等 他这里这平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颂词当中也是有吧 就是他复兴之间平等输生通类因 他这个平等呢 就是指的是 比如说那个第一经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粗产 就是粗产的这个几率呢 就是产生那个第一产第二产 就是然后这个第一产二产的这个几率呢 就是也产生这个第一产 就是他复向那个比较这个境界平等的 这样的这个几率呢 就是叫做这个平等的方式来成为这个 这个他的因 就是比如说这个第一产的这种这个境界和第二产的这个境界 就是这些呢 就是互相这个做因果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平等平等的方式来这个通类因 然后那个胜过胜过的话呢 就是几率呢 就是完全已经胜过了这个千者 就是比如说他以前那个第一第一产的这个位置定的时候呢 就是他一半的一种这个境界 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第三产第二产的时候呢 就是跟上一层了 就是那么这种境界呢 这种境界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速生的这个境界 那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有些可能这样这个认为的就是 就是第一产呢 就是产生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第一产 第一产呢 就是二三香比较起来的话呢 二三的这个产顶就是速生 然后二三和三餐比较起来的话呢 就是三餐那个应该速生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二三的这个产生第一产的这种 这个境界的时候 为什么变成平等呢 在这个平等呢 有些这个注视当中也有这个注视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 二餐的这个比较顿耿的这个净率吧 就是比较顿耿的这个净率呢 产生那个第一餐的那个 逆耿的这个净率 就是逆耿的这种产品的话呢 这两个是这个在境界上是相等的 就是所以说平等呢 互相这个应的话呢 就是它可以这个成为互相应 成为互相应的时候呢 第二产的这个比较不好的那个净率呢 就然后第一餐里面呢 就是好的净率 就是这两个是这个比较相等的 因此是它这个互相平等的方式来可以产生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生过自己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原来那个第一餐的这种比较顿的那种净率呢 就是然后到了这个第三餐二餐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这个逆耿啊 或者是更加这个超出一身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 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这个殊生和自己的同类因 苦地法治人是自己后面的同类的这个平等 比如说这个苦地法治人 就是他那个就是涉及无上界的这个苦之法治人的话呢 就是他是那个断除这个实地方面所得到的这个智慧吧 就是这个法治人 就是什么这个 就是法治人 就是前面我们讲这个实地实路刹那的时候也是讲过一点吧 那么苦地法治人呢 就是自己这个后面同类的平等同类因 是苦地法治等以及修道无学道等的殊胜同类因 就是那么这个 他呢就是为什么是变成这个同类因呢 就是同类因呢 实际上是这个苦之法的人呢 就是他自己这个后面的这种同类因 或者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苦地的这种这个法治 以及这个修道无学道呢 就是他越来越上去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越殊胜吧 就是原来是那个法治人 就是或者是这个奸道 就是奸道的时候的一种智慧呢 然后就是与这个与他同类的这种这个智慧产生的话呢 就这叫做是平等的方式的这个同类因 然后呢 原来呢就是他是一种修道 或者是奸道的这种法治 然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无学道的 比如说他首先呢就是从那个余界这个当中呢 就是他就产生一个这个餐顶 然后呢就是这种餐顶呢 就是成为这个第二餐的时候呢 就获得了阿罗汉国位 就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以前这个第一金女的这种餐顶呢 就是成为这个阿罗汉的因 就是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也是是不同这个地的 就不同地的就是一种这个同类因 而且同类因 所以他这个无论法的话呢 有这样的这个差别啊 同样顿根是产生自己后面同类的平等同类因呢 如果通过修行转变为利根呢 这是这个素生啊 就是这是那个素生同类因 就是我刚才也可能讲了吧 就这个此当啊 就是此当地不是比自己狭当的同类因 就是但是这个狭当的这个同类因呢 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应该是或者是平等 或者或者呢就是与这个上这个素生 就是比如说原来呢 就是第一这个第二层 第二层的那个智慧呢 就是金女呢就是比较舒适 然后他就直接变成那个第三层 就是第三层的因 不是第一层的因 第一层的因的话呢 如果是不是这个什么一层的这个利根的话呢 就是逼他这个下列 就是逼他下列 这样产生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这个悠伯宗呢 也是认为就是第一层的这种这个 第二层的这个金女呢 就是不可能产生就是第一层的这个下列的因 就是也可以说比较这个下列的 这样的金女因呢 不可能变成这样的 不仅是乌鲁法啊 而且还嘉兴这个素生的一切 有鲁的这个散法啊 就是有鲁的这些散法 也是是平等和素生的同类因 就是他不仅仅是这个乌鲁法 还有一些那个 在我们这个 他这个那个嘉兴散法吧 就是嘉兴散法和巨神散法有两种 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吧 就是这个温思秀 就是这几个呢 那么这样的 这个温思秀的这种智慧呢 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平等和素生的方式来 就成为这个同类因 因为文慧是自己同类的平等 这个同类因 是修会的这个素生同类因 就是比如说他温所智慧的话呢 他产生温所智慧的话 这叫做平等的这个同类因 然后这个温所智慧呢 他产生修所智慧 或者思所智慧的话呢 这是这个素生同类因 本子说包括的思所智慧 也是产生自己和修所智慧的同类因 修所智慧呢 也是指使自己的同类因 因为修所智慧呢 在没有上面就是更高的那个境界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没有这个 这个素生这个同类因吧 就是素生同类因是没有的 就是只有这个平等同类因 所以这个同类 就是同类因呢 大家还是应该清楚 中的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三法和恶法 然后呢 就是烦恼和犹如法 就是这些呢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类别比较相同的话呢 就叫做是这个同类因 但是在这里面呢 就是他自己就是不索色的 然后自己的这个类别呢 就是不太这个相同的 比如说第一禅的这个经理 和第二禅的经理呢 从经理的角度来讲 是当然是这个相同的 但是呢 就是从一禅和二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那个就是戒 就是不是那个地不同 就是他那个地和戒有点差别 比如说三戒的话呢 第一三和二三的话呢 就是戒是相同的 都是属于色戒里面 然后地是不同的 他那个经理究地里面呢 就是他是那个分那个究地的 比如说这个无色戒和那个色戒的话呢 就是戒也不同 地也不同 就是所以这个据说论里面呢 有时候是戒和地呢 就是还是这个有这个分析的 有时候呢 就是三戒三地的话呢 就是就一样的 就是都是地 地也是相同的 戒也是相同的 但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金女 什么这个金女究地和这个三戒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 比如说第一餐的这个餐顶的因和 第一餐这个餐顶呢 产生第二餐顶 第二餐顶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这个戒是这个相同的 都是属于色戒里面 但是这个地呢 就是不相同的 那么它是不是同类因呢 它这里这个同类因当中 作为这个无路法的话呢 就是有特殊这个开训的 应该是这个可以的 但如果是有路法的话呢 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承认 但有路法当中也是 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这个 像文色修行的这个 夹心方面的散发的话呢 它有这个特殊的这种 这个开训 就是特殊当中的 有一种这个可以说开训吧 就是这样的 特殊的这个情况 然后刚才那个 比如说第四餐 就是第四餐 产生那个五色戒的 就是第一五色戒的餐顶 第一五色戒的餐顶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敌也不同 戒也不同 但是呢 如果是无路法的话呢 就是他也可以成为这个同类因 就是他可以这个 呃成为这个 呃 同类因 就是本来是敌也不同 戒也不同 为什么呢 就是但是从这个 禅定的角度来讲 是全部是这个无路法 因为从无路法 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是 他不属于那个 呃 是这个这个 这个戒这个硕色 就是无路法呢 就是前面第一篇里面也讲了 他是这个不属于这个戒硕色 因此呢 呃 就是呃 从参丁他自己的角度 就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是 他也可以这个呃 成为这个同类因 就是因此同类因 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讲 同类因呢 就是比较好懂 就是凡是相同的物体呢 就是产生相同的物体 就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可能就是 同一类别吧 我们就是经常也是讲 这个人类啊 就是然后旁生啊 就这些都是就不种 不懂这个类别的 就是这个呢 大家都就是 从出大的概念当中的话 应该是这个自打的 就是一个类别的物体 但是从细微的话呢 就是有些有路法和无路法之间 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别啊 就是有这个差别 呃 就是那个讲这个同类因 就是讲那个相应因啊 就是相应因 相应因即信心所一切 呃 所以相应神 就是什么是相应因呢 就是这个相应因呢 呃 我们这个呃 这个前面也已经呃 讲了就是一般那个相应因呢 呃 这个相应因呢 就是他那个具有因的 这个一部分啊 就是具有 具有因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因和过的 那个相同 就是昨天我们前面 中所的时候也说了 这个具有因呢 就是是中中中所 然后这个呃 呃 别别因的话呢 就是这个相应因就是呃 呃 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前面那个所谓的这个具有因呢 就是凡是那个因果呢 就是互相那个 呃 互为这个 这个起因果的这些法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具有因 然后他这里呢呃 呃 这个相应因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具有因里面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概念 就是他的这个定义呢 一定要这个记得清清楚楚 呃 就是如果你这个没有记清楚的话呢 你到时候那个遇到这个相应因的时候呢 呃 相应因是什么 是不是相应根 是不是这个相应意 是不是那个呃 这个优以根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遇到很多的这个名词 因此那个相应的话呢 是不是五种相应 就是这样肯定不合理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相应因的话呢 他那个性和性所这个相应参生 就是所以呢 不他不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具有因 凡是这个性和性所相应参生的话呢 这些就叫做是这个相应因 因为这个性和性所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通过五种相应的方式来这个去外境 就是去外境的话呢 就是他也实际上是 性呢 就是成为这个他的这个因 然后这个性所呢 就是成为他的因 就是他性和性所呢 互相这个有因和过的这种关系 因和过呢 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隐秘里面 就是所讲的一样 这个现在是第一查那间 是编成这个性所是因 然后第二查那间呢 就是编成这个性网呢 就是成为过就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因果 他这里因果呢 就是互相这个其帮助 就是其这个 其一种帮助的这个能 能力缩利的这种作用 就是这样的这种同时的这个 同时的两个法呢 就是成为这个因 因此居士论当中的这个因呢 我们应该要清楚 就是不一定是全部是这个同时参生的 就是不一定是非同时参生的 就是也有很多同时的这种因果关系 因此他这里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应因呢 就是性和性所 就是集合性性所 如果居士那个背诵 那个能居士送辞的话呢 就基本上是 这些道理就是很容易 就是很简单 如果他的这个 什么那个送辞不能背诵的话呢 当然这个有时候可能很多问题 就不一定搞得那么清楚 一切这个所以相应神呢 什么是相应因呢 相应因是指的具有因 就是具有因 具有因前面讲的 然后具有因当中的这个心和心所的 这个所以相应梗 他们是以所远形象事件 然后呢就是相应物质的方式来 这个服为成立为因的 这个呢就是无种那个相应的方式来成立 就是这个呢就是作为因 就是比较这个容易吧 但是他这里大家要这个明白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那个 相应因的话呢 就是相应因是肯定是这个具有因里面包括的 因为前面这个具有因里面呢 就是性和性所 就是这里面就是专门我们讲这个心 心之这个碎传的时候呢 也讲了这个性和性所 别人问那个相应是不是那个具有因呢 就是我们可以回答 就是相应的话呢 肯定是这个具有因 但具有因是不是相应呢 具有因的话呢 不一定相应 就是因为具有因呢 还有那个二种旅 就是还有那个很多的这个四大这个群体当中的 这些这个服为因的 全部在这个具有因当中 具有因的范围是非常这个广大的 但是相应呢 就是在具有因当中的这个一种因 就是具有因 因此呢 相应因是肯定是具有因 具有因呢 不一定是相应因 就是用这个具有因呢 就是专门在这个具有因当中 把性和性所的因缘关系呢 就是单独这个分开出来 就是这样这个案例的 这是那个相应因 就是下面讲的 就是边信因 所谓边信因 所谓边信烦恼神 子敌硕色边信欠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也跟这个前面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讲的这个通类因吧 就是同类因里面呢 就是有关这个烦恼的这个参生呢 就是他就单独那个逆出来 就跟刚才那个相应一样的 然后这个 本来这个同类因的话呢 反正那个刚才也讲了 就是烦恼这个参生 烦恼三法参生 三法呢 这些都是这个同类因 那么这个边信因的话呢 凡是这个烦恼参生 烦恼的这些这个法呢 就是全部就称为是这个边信因 就是边信因 就是所以呢 这个所谓边信烦恼神 那么这个边信因的话呢 就是他是这个字体这个琐色的 就是他是这个字体琐色 然后呢就是边信前 就是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参生的时候呢 就是他参生的时候呢 边信因是在过的这个前面这个参生的 就是没有这个像这个后面参生的 同时参生的 或者是这个后面参生的可能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居世论当中呢 一般因果同时参生呢 就是经常这样承认的 就是同时参生吧 就是迎合也是这个迎合过 如果是我们中观和英明的话呢 就是因果同时是不能这个成立的 就是讲入中论的时候 也是专门有这方面的这个波词 但是呢如果居世论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 但是我们就是讲那个他生 还是讲什么 就是这时候呢 就是这个中论和那个入中论 都有一些这个疑问吧 就是那么不是这个因 他这些都我们不说 我们讲中观的时候 到时候有本事再说吧 就是让他这里这个自敌硕色 还有那个边信呢 就是边信营呢 就是应该有这个谦和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自敌硕色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地硕色 刚才那个同类营的话呢 不是自敌硕色 就是他地也可以硕色 无路的这个旧地当中的话呢 不是这个自敌硕色 一地也可以硕色的 这个第一层呢 参生二层参生三层的话呢 不是这个自敌 那么这里面就是不同的 就是这里面是必须要自敌硕色 自敌硕色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他第一层的那个变形的烦恼的话呢 就是只能产生第一层的这个烦恼 然后呢第二层的这种烦恼的话呢 只能产生第二层的这个烦恼 他不能说是第一层的这个烦恼呢 产生第二层的烦恼 就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所以这些情况呢 就是下面我们讲这个第六底 第六底的四合 第五底的四合呢 就是第五品当中吧 就是第五品当中呢 还是讲的比较多 到时候呢 就是现在应该就是自己就是做好这个准备吧 就是一定要做好准备 不然这个呢 就是比较这个难懂的 所以他这里这个字体 其实这些道理 如果就是基本上是明白的话呢 就是到了这第五品的时候呢 还是应该就是比较这个清楚 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叫做是边形因啊 什么叫做是边形呢 什么叫做是前面就是所讲的 这个这些这个新锁的这些这个概念啊 名词呢 就是全部这个撩入之障的话呢 还是这个到了第五品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这个简单 就是所以他这里跟那个呃 跟刚才一般来讲的话呢 呃 麦彭伦布奇在智智如门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说是边形 这个边形因的话呢 就也有同类因啊 就边形因的话呢 也有同类因就是 所以他这里呢 跟刚才那个呃 这个呃 什么呃 这个相应因和那个具有因呢 就是不相同的 就是具相应因的话呢 一定是这个具有因 就是他是这个差别 那么这里边形因呢 就是是不是一定是那个呃 这个同类因呢 就是也不一定 呃 也不一定的就是边形因当中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通类的因 呃 就是所以他他这个之间的关系呢 呃 就麦彭伦布奇在智智如门里面就是 说的呃 就比如说这个边形因当中 也有通类因的意思是什么呢 呃 就我们这个第一第一第一 第一次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产生就是第一次的这个烦恼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也是通类因就是 有个别的呢 就是有这个通类因的 但是边形因的话呢 不一定是那个呃 不一定是什么这个通类因 通类因的概念呢 大家都知道烦恼产生烦恼呢 就是这个边形因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烦恼产生烦恼 但是烦恼产生烦恼的话呢 实际上有些烦恼产生呢 就是不是这个自不这个所所产生的 有些呢 就是以自不这个所产生的 如果自不这个所产生的话呢 这是这个即使变形因 也是通类因 就是有这种情况 呃 所以呢呃 这个情况呢 就是大家还是应该清楚 什么是变形因呢 所谓的这个变形因是 一切烦恼自国的共同之因 就是一切烦恼 他自己这个产生自己的这个共同的因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变形因 啊 就是变形因 那么变形因呢 就是共有这个十一种啊 就是十一种 十一种是哪十一种呢 就是苦地间端的这个无间啊 就是我们这个呃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无间 然后呢 这个怀疑无名 以及就是这个是苦地呢 就是他这里有这个七种这个间端啊 就是七种间端的这个烦恼 然后这个极地间端当中的这个 就坚去坚 就是这之身去坚合 然后邪见 怀疑无名 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四个吧 就是刚才 刚才前面的那个七个 加上这个 呃 这这个他那个苦地和极地 这个琐瑟的这个烦恼 就是一般这个 愿那个灭地和道地呢 就是没有这个变形因 就是他这个没有变形因 呃 就是那么这几个呃 就是这几个 中共有十一种 这个大家还是应该 呃 记住就是到时候 也许到了第五品的时候 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到五品 就是也许过几年以后 就是到五品也不知道 也许在几个月 两三个月以后 就我们就讲这个五品 就是讲五品 还有可能一段时间 现在一品两品 可能到了这个五品的时候呢 就是十一种 这个变形因呢 就是经常也是这个出现的 就是所以那个变形因呢 就是十一种 对 十一种 十一种呢 就是苦和极 就是苦和极的这种烦恼 就是 然后这个灭和道呢 就是没有这种这个变形因 就是变形因 同样 上两界的变形因 也有十一种 就是他这个上两界 五色界和色界的话呢 就是也是有十一种 十一种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三界 中共有33种 这个变形因 这一切变形因 尽能产生自己的这个过得烦恼 那么变形因能增上 所有地的这个烦恼吗 就是他是不是这个所有地的烦恼 就是可不可以产生呢 就是不行的 就是不 只是这个增上属于自地的 就是自地呢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就是经历这个旧地 就是讲的时候呢 就是也自地 然后呢 就是他这里地呢 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分的 在这样的时候呢 他只能产生自地的这种这个烦恼 就是不但是自己的烦恼 而且这个自地的这个烦恼 并不能产生其他的这个烦恼 变形因是产生在这个过的这个前面 那么这个道理呢 我们只有这个在无评的思维讲 所以那个实情论师呢 他的知识当中 也你们看一下 应该记得 说是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具体这个变形因呢 就是在这个无评 就是第五评这个宣说 就是好像知识里面也是说是 只有这个当就是第五评当中这个宣说 因此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大概了解就是 这个变形因呢 就是不一定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变形因的话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同类因 就是有同类因的 就是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